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寻找宝物的游戏 各位令人骄傲的NBA学校的同学 今天是愉快的郊游日 这段时间为了学习经济 都身心疲惫了对吧 现在让我们都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休息一下 啊 怎么样 呼吸了一下新鲜空气 疲劳和烦恼都消失了吧 是啊 非常好呢 所以说浇游是十分必要的 要是能多睡一会儿就好了 我们干脆就不要爬山了 多玩会儿游戏不行吗 真是 要是紫外线伤害到我的头发怎么办啊 这些家伙 来吧 呼吸新鲜空气感受一下绿色吧 休息一会儿吧 我的腿好痛啊校长 在电视上每天都能看到 为什么我们非要到这里来看 沙米老师米丽老师 你们过来一下 是 我看这样下去不行 学生们无法享受这么好的自然 就没有什么办法吗 校长 我去让他们立即打起精神来 不可以 浇游是以开心为目的的 还不如 哪些奖品出来怎么样啊 给首先到达山顶的同学颁发蓝宝石卡 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浇游 还不如在学校里老老实实学习算了 我好怀念叔父的椅子和书桌 就是啊 只要来浇游就要表演特长 不知道多害羞呢 有了 好吧 大家聚一聚 从现在开始我们寻找宝物 找到宝物的学生颁发两张蓝宝石卡 蓝宝石卡 蓝宝石 作为NBA的学生 要找的宝物应该是赛米山中最有经济价值的东西 所有人都在白忙活 在山里最有价值的东西还能有什么呢 是什么 就是我们带过来的东西啊 游戏机 相机那些东西呗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一等宝物是润衣的电子手册 润衣 把电子手册借我一下 为什么 没什么 就是过一会儿还给你 在山里拿这种东西干什么 秘密 话说回来你在找什么呀 这山里最有价值的东西 那是什么 这山里最贵的东西就是药草 上次去骆驼岛的时候不是看到过吗 稀有的药草多昂贵 原来如此 给电子手册 谢谢 我们为什么只找石头啊 在这座山里面最有价值的能是什么东西呢 那我们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校长他拿来出题的 所以才说你们不行 山城是盛产稀有矿物 也就是说这座山里有可能有稀有矿物 如果被我们找到的话 那才是最有经济价值的不是吗 不愧是多多 好了 别再问这么多没用的东西 快去给我找稀有的石头 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呢 哪有那种东西 这山里会有那种东西吗 那么校长他为什么要出这种题目呢 傻瓜 天天被校长耍还不明白吗 这座山里最有价值的 当然就是我们了 只要在这好好休息 一会发表的时候出去说出来 第一名就是我们的了 这树坡很好 药草不管怎么昂贵都比不上电子词典吧 多多能找到什么矿物啊 贵重的矿物都在地底下 怎么可能在地面上 对吧夏天 喂 你不找宝物啊 我爱什么 你说什么了 难道你不解答校长出的题目吗 当然要解答 如果是蓝宝石卡的话 能买几个包子呢 那你就这样光睡觉啊 知道了 现在开始找不就行了吗 你去哪儿 最有价值的东西 对现在的我来说就是睡觉 就没个安静的地方呀 找到了 不管怎么说 在山上药草才是最有价值的呢 找到了 是水晶 好困难 大家找到了吗 是的 好吧 那么把在山里找到最有价值的东西打开来看看 是 在这里 大概没有比这个更昂贵的东西了 这东西价值十五元呢 我说让你们在山里面找 那东西在市里也能找到 所以不合格 这是明江海刀草的药草 在去透和清热方面有较好的疗效 比药店里买的清热阵痛药在哪儿 纯天然 没副作用 药店里卖的清热阵痛药是十元 再加上五元 赋予它十五元的价值吧 下一位 这是制作高级杯子时候所使用的水晶原石 并且还可以当作手势来佩戴 嗯 基于它三十元的价值 到现在为止多多同学是第一名 下一位 到 你们找到什么了 哦 我们已经知道校长为什么要出这种题目了 哦 是吗 那你们找到什么了吗 那就是我们自身 哦 作为山城是梦想与希望的我们 才是这三米山中最有价值的 对不对 校长 取材非常好 但却答非所问 你们不合格 睡得真好啊 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午觉了 对了 那么最后发表的是韩夏天同学 夏天好 我找到了 我找到了 我找到最有价值的东西了 我找到三米山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了 是吗 是吗 你找到什么了 我坐下 给你合作呀 你合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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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什么呀 这个太昂贵了 就这样拿出来太可惜了 不过蓝宝石卡作为奖品 我就给你们看看 跟我来 就是这里 三米山最有价值的东西 哇 这算什么有价值呀 这样的风景只有在这种高处才能看到 所以说才是最有价值的呢 夏天同学第一名 这地方也不能用来买卖呀 就是呀 这怎么能用来买卖呢 最昂贵的东西是要能够买卖的 这样才能决定它的价格 这当然可以买卖 什么 这叫做环境财富 这岩石所在地也可以称为不动产 再加上这里可以一览这样美的风景就更加值钱了 大家都闭上眼睛来倾听自然的声音 闻一闻森林的香气吧 这种可以逾越我们眼睛和心灵的风景 才是山城市最有价值的 怎么样 这里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吧 哇